中研院实验室演员传出确诊个案 目前已经暂停开放公共区域 虽然有紧急应变措施 但还是有员工担心染疫风险 这么说 就是因为其实 虽然我不是在那个手的 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来回 感觉还是会 很去团 我的避免感染风险 同样拥有P3实验室的长庚医院 实验室人员必须全副武装 才能进入 眼镜 N95口罩 双层手套 实验衣 全套的防护衣 加奖套 长庚医院在实验室 设立16支摄影机 监控实验室人员的一举一动 如果发生手套破损等风险 也有紧急应变措施 万一发现的这个手套破损 然后甚至有扎伤的疑虑的话 我们的按照标准的流程 这个同仁就是应该要 暂时的停止实验 然后其实那另外他的伙伴 就应该要启动这个通报的程序 长庚医院表示 持续实施严密的监控 其人员严格的教育训练 希望将实验室的感染风险降到最低 到来新闻蔡片以李明华 台北报道 在确诊